所以特別注意,如果它裡面是空的話 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就把A藍跟C藍變空的 那如果說呢 它裡面如果有什麼呢 有 就是 有改變的話 那我直接什麼 塞一個什麼呢 Target.raw 列號-1就好了 因為我們編號是從 第二列開始 那所以呢 會 多列號的話 會多一個 它的規則是這樣 列號 再-1 就會是剛剛好 所以你會把我點一個 CD 你會發現 把它-1之後 剛好就是我們的編號 OK,如果你編號剛好是這樣的規則的話 那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 你會發現加上一個編號跟一個 這個單價很簡單就完成 那不過會有個第二問題說 老師 這個我希望嗎 因為我 我上面的 這個 規則是 我把它重新編號 但是呢 它 這上面是 靠 左 靠左 這邊靠右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按右 其實按右鍵 按右鍵 這邊儲存格內容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儲存格內容裡面 如果你把它改成文字的話 如果把它當文字 因為我們格式化成四碼嘛 對不對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跑到 左邊去了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要把格式套上去的話 有怎麼去做 我想這邊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你們先試著再完成一下 就是說 編號的部分也把它加上去 編號部分 那加編號的話就是加兩行 一行是這個 就是把其實很簡單嘛 這一行負貼上 改個A就好了 那這個再貼上 改個什麼 Targets.Row-1 就做出來了 那只是說呢 這個效果如果要把它靠左 該怎麼做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